大批警力经到超商 跪下来就往货架下开手电筒搜 要找的东西没办法拿到 找来店员帮忙挪开后 找出了一把小刀 事发就在台中 原来在超商附近金钱爆的后面 有一栋社区大楼发生了讨债案件 四名黑衣男子共乘一辆车 想约欠债人的租屋处要讨2万多块 没想到谈判破局双方大打出手 社区有一位190公分的壮硕保全就出面致志 保全表示事后被害人说要上楼去拿钱 结果就从后门逃跑了 他马上报警那些讨债人也要落跑 过程中其中一人跑进超商 就把刀丢在货架下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到现场 马上盘查附近可疑人物 带到了四名黑衣人后 打开讨债人的作案车辆 收出了两只球棍 警方把凶器跟人统统都带回派出所 警方表示目前正在找被害人导案说明 但都找不到而且应该不会出现 因为被害人就是毒品同气犯 TVBS新闻罗一新黄国军料反映台中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